三十多年前 和道义文字的锻造者双月坑三郎 打造了一把名为阎魔的刀 阎魔本以为自己只是一把非常普通的菜刀 但没有想到跟随光月玉田后 自己立马升级成为了连地狱都可毁灭的大块刀 之后看到另外一位著名刀将所打造的天元玉战 跟随光月玉田后 立马升级成为了连天空都能撕裂的大块刀后 阎魔明白 光月玉田确实是一位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超级强者 不管多么普通的刀到了他手中 他都可以给这把刀弄上一个开天霹雳的强大称号 又过了一段时间 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拿上自己把山神猪以斩为二后 看到这走出之后 用麻省风风步步就可安然无怨后 阎魔立马明白 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实在是太厉害 山神猪之所以可以复活 全都是因为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 有着远超其他剑士的强大实力 又过了几年时间 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不幸遇落 想到自己无法科颂光月玉田英雄士气后 阎魔立马决定为光月玉田寻找一个刀架子 之后看到光月玉田的女儿光月玉田准备拿自己和索龙交换秋水后 阎魔明白 龙马的秋水和光月玉田的阎魔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虽然这个名叫索龙的家伙和他的刀感情深厚 并且他手中的刀都和他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名叫索龙的家伙不到万不得已之时绝不换刀 但是只要光月玉田的女儿光月玉田说出这把刀主人的名字后 这个名叫索龙的家伙就会立马变化 火不其然 当光月玉和说出阎魔的主人并告知给索龙这把刀曾经斩伤铠多后 索龙没有犹豫立马进行了交换 之后当索龙拿着自己把悬崖以斩为二后 在场的人都流露出来了吃惊的表情 这此情况后阎魔再次明白 他们吃惊的表情并不是因为索龙实力强大 而是因为他手中的那把光月玉田配刀实在是太厉害了 如果索龙早早拿上光月玉田配刀的话 说不定德雷斯罗萨平常中路飞的小迷地也会夸赞说玉田的刀确实厉害 又过了一段时间 看到刀架子索龙和他的伙伴全部都跑上屋顶后 阎魔见到了自己主人曾经的对手凯多老师 为了让凯多老师歌颂一下自己主人光月玉田的实力强大 阎魔立马释放出来了一部分力量 之后刀架子索龙拿着自己对凯多造成伤害后 凯多立马夸赞说刀上有玉田的气息 这一集可以给我留下伤疤 之后看到另外一位四皇大麻看到玉田的刀依旧无动于忠后 阎魔立马控制索龙跳跃到高空之中准备使用出非常强大的斩击 因为他明白 大麻虽然没有见到过玉田或是与玉田有着直接的关联 并且他也没有研究明刀的特殊癖好 但他只要是夸赞说玉田的刀确实厉害 就相当于是间接性地承认了自己主人光月玉田的实力强大 果不其然 大麻看到阎魔后立马夸赞说那可不是普通的刀 凯多你快躲开 之后想到索龙每次斩伤敌人之时 对方总是会问到说你小子叫什么名字 但凯多每次受伤后却总是回忆起来光月玉田后 阎魔立马明白 作为刀架子的索龙根本不会让枪者记住他的名字 枪者们只要在刀上感受一下光月玉田的气味就可以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刀架子索龙跑到楼下和百兽海贼团大看板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看到山智对战魁英的漫画标题为科学战士后 阎魔明白 这个标题的意思是山智拥有科技力量后成长成为了独当一面的战士 但是到了索龙对战境之时却变成了玉田的爱刀 见此情况后阎魔非常欣慰 因为他再一次利用这个名叫索龙的刀架子歌颂了自己曾经的主人 对于他来说 索龙力不厉害并不重要 最为关键的事情应该是索龙拉上自己后就和歌颂光月玉田才对 之后看到漫画1033话还专门为自己的来历进行大幅度回忆之时 阎魔再次明白 山智的科技力量显然没有这种待遇 如果他的科技力量是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发明的话 或许就可以享受和自己一样的待遇了 之后在索龙与静的战斗中 阎魔驱使索龙说了好几次我必须得释放出阎魔更多的力量 不然我无法战胜眼前这个家伙等奇怪话语 因为他明白 世界第一件事因严敏霍格的那套枪着拿普通刀也厉害的理论已经过失 只有拿上英雄好男儿玉田的刀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件事 之后看到刀架子索龙愿隐藏战胜大看板性之时 阎魔感慨说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刀架子 因为他跟随的王陆飞是这部漫画当中的主角 不然自己只要是跟上了他就可继续歌颂自己曾经的主人光月玉田 或许过不了几年 当索龙和那个名叫英雁敏霍格的家伙进行战斗之时 自己也会在漫画标题上动动手脚 把标题改成《玉田的爱刀vs世界第一件事》 又或是觉醒吧 玉田的爱刀 世界第一件事因雁敏霍格终于败尾 并且再对战这个所谓的第一件豪鹰眼之时 对方还极有可能会回忆起来若干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年轻时候的他曾多次挑战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 最终等到自己的主人光月玉田隐退后 他才成为了世界第一件事 好了 本期的胡扯真传就是这些 求求你给阿金我来个赞吧 谢谢你陌生人